6月4日上午,两侧印有中华民国精彩100字样的旅行车,缓缓驶进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新职。 这就是百灵新传圣火专车万里绕行活动,三位火炬手陈乔治、张顺涛和万培杰一走下车, 便受到以芝加哥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张宝生为首的芝加哥新老侨团代表的热烈欢迎。 乔教中心内,驻芝加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申佩黄夫妇,乔教中心主任陈永峰,副主任林光武及乔委会委员长夫人孙丰岳早已等候多时, 欢迎仪式由张宝生主持。 申处长首先对火炬手表示慰问和祝福,他说圣火专车从洛杉矶出发后绕行万里, 把建国百年欢欣鼓舞的热情带到各地,同时也激励各地的侨胞,他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一路顺风。 乔教中心主任陈永峰则说,这是新中心购置后所举行的第一个活动, 圣火专车已历时二十多天,文宣材料几乎告尽,此次准备了充分的资料,为专车补给。 处长夫人,志华复联会主任委员谢维文则表示,尽管圣火抵制比预期的推迟了几天, 而且一路也历经了爆胎等很多挫折,但最终还是判到了,这正体现了中华民国坚忍不拔,毅力贯彻到底的精神。 火炬手陈乔治与大家分享了一路风餐露宿的艰辛历程和各地侨包的热情款待, 二十多天来,整个行程约八千多英里,陈乔治说,他们只是进到了中华民国海外侨民的义务。 我们是一个私人团体,我们也不代表政府单位,我们想做的事情只是中华移民国海外侨民的一个心意而已。 中华民国精彩厉害。 西汤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芝加哥采访报道。